滿滿水餃一顆顆在水裡滾啊滾 你喜歡吃水餃嗎 一次能吃幾顆呢 吃韭菜的 10到15顆吧 韭菜水餃最受青睞 但營養師說 一顆韭菜豬肉水餃熱量 逼近70大卡 4顆等於一碗白飯 10顆將近一個便當 大概可以吃20顆左右 現在有在運動 所以還是會注意一下 一餐吃20顆等於 吃下5碗白飯的熱量 真的要注意 韭菜豬肉水餃也當之無愧 奪下最胖水餃排行榜的冠軍 緊接在後的還有56大卡的 韓式辣味水餃 高麗菜豬肉一顆則是50.4大卡 熱量最低的是35.9大卡的 蔬菜水餃 它的絞肉比例含量越高 那它的熱量就會越高 菜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它的絞肉的含量就會比較高 想吃水餃又不想吃盡過多熱量 數量的部分 女生一餐不要超過8顆 男生10顆就好 記得要選瘦肉多餘肥肉 海鮮蔬菜也相對輕盈 另外吃水餃也不要搭配勾芡 過多的湯品 盡量別沾醬 否則不只造成身體負擔 還可能越吃越肥 這韓星家靜城台中採訪報導 每天早晚刷完牙刷出泡泡 接下來直接漱口 漱乾淨一起喝成 但很多人不知道 漱口居然是錯誤動作 刷牙漱口這樣有刷 等於沒刷 會先沾濕牙刷再擠牙膏 會先用水沖一下 用清水梳一下 簡直顛覆想像要預防蛀牙 不能漱口那該怎麼做 牙醫師建議只要把泡泡吐掉 保持口腔含浮濃度 如果非得漱口就得延後時間 吐完泡泡後停留半小時再漱口 可是我覺得有味道 好像吃到那個牙膏 我把它吃進肚子裡面 不行 我覺得很噁心耶 而且會吞到 刷牙不漱口才能有效防止蛀牙 或是刷牙碗改成 含浮漱口水漱口 這對雪林前兒童來說 最能預防蛀牙 提醒使用含浮量超過1000ppm的牙膏 每天至少刷兩次牙膏別擠太少 也別拿去泡水 改掉錯誤動作 就不會讓刷牙做白宮 記得金線中林智慧 高雄報導 華麗別墅外觀 鐵門深鎖 門上塞滿傳單 房子後方更貼了自售的字條 強調六折賣地 這棟位在台南永康的透天措 被封為吉凶宅 如今再出售 據了解2014年 前屋主想不開親身 留下非我家人入住所命的詛咒布條 讓這棟法拍透天措 之後不斷流標 直到2016年 一位正信命理師 以市價4到5折 562萬得標接手 現在透過房仲再度出售 開價1380萬 他來住一陣子 他有時候都會來住 大概一個禮拜 他就離開 像今年的話都沒有來住過 到目前為止 雙宅價格大曝光 網友驚呆 直呼這錢已經可以買新房了 這價格真的是來索命的 比鬼還可怕 房仲業者則表示 得一次拿出上千萬現金買下 才是這棟房屋難出售的關鍵 現在的行情大約是落在1500上下 那他非建物前開的價格 是比較低於行情 通常對於凶宅是無法存作貸款 所以說買賣必須要現金 那透過他選擇的產品 也是更多 不見得會來購買凶宅 這種有故事的透天措 如今隨著命理師 只透過防仲求售 再度讓這棟凶宅重回大眾事業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 木架上堆滿洗衣金 延長線等雜物 充滿灰塵的地板上 還有幾桶煤油桶 這恐怖的景象是立委高家瑜 整整十年沒整理過的陽台 因為洗衣機壞掉 高家瑜才被迫進行大掃除 就是灰塵跟雜物 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七點少到晚上十點多五 不斷地就是一盆水一盆水的斑 然後刷洗地板 打霧把它丟掉 改善了非常地多 跟這個骯髒的情況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過去高家瑜房間內的衣服山 跟泛黃大針頭撒壞不少人 這回再繡十年沒整理的陽台 但網友先嚇瘋狂喊 阿娘唯 我以為是鬼屋探險 根本大崩壞 這是廢墟吧 感覺像走進資源回修廠 怎能泰哥成這樣 而這恐怖的陽台 專家說更犯了風水大禁忌 陽台雜物太多 容易影響屋內主人思緒判斷 遇小人扯後腿 通風不良會影響錢財 工作受阻礙 而擺放的物品高過牆面 感情上恐怕容易看錯人 對比去年高家瑜 剛好碰上恐怖情人林秉書 人才兩師 似乎超巧合 東西都已經堆到比陽台的高度 還要高了 你的頭沒有辦法伸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錯人 或者是說 感情 工作都有阻礙 你看他這樣堆著 是不是他後面的光線 他就不好 愛情都找不好的人 就是他都看錯人 高家瑜連夜將陽台雜物 通通丟棄 成年老灰成親了 但跟林秉書的官司未了 這筆感情債還沒討回來 記者 張正銘 李宥璇 台北報導